同学,我们接着来看这个题目 有甲乙两个正方体 甲正方体的边长是6公分 乙正方体的边长是3公分 请问甲的表面积是乙的几倍呢? 我们可以画个示意图 甲正方体边长6公分 甲的它长这个样子 乙正方体边长是3公分 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把它写一下 这个是甲 这个是乙 好啦,那我们就可以分别求出甲乙两个正方体的表面积之后 再把它拿来做相除,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问几倍这样子的问题 就会用到除法,可以吗? 好,那我们第一步就先算甲的表面积 正方体的表面积怎么算你还记得吗? 我们是不是拿其中一个正方形的面积 算出来之后,把它乘以6就是它的表面积咯 那甲这个正方体它的边长是6公分 因此啊,其中一个面,这个正方形的面,它的面积就是6乘以6 那在乘以6,这个乘以6是什么意思? 这个乘以6是因为有6个正方形嘛 好,前面的这两个6是边长的6哦 那这个6是要乘以6倍 因为有6个面的6 好,请要搞清楚哦 那6乘以6是36,对不对? 好,36再乘以6呢 我们这边可以用一个指示来算一下 36乘以6是多少? 6636进3 638会得到21 所以没错,是216平方公分 那乙的表面积呢 是不是拿一个正方形 好,面积出来算 就是3乘以3 再乘以6 一样知道这个6应该是因为正方体有6个面 所以把其中一个的面积乘以6倍 好,那会得到多少? 33得9嘛 9乘以6是54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倍99乘法表 就可以算出来,对不对? 那题目要问假的表面积是乙的几倍 我们只要拿什么? 那这个216来除以54 就可以得到答案咯 那216除以54 我们这边可以用指示来带各位看一下 216除以54 我们来看一下哦 5跟这个21 或者21跟50 它们之间大概是几倍的关系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5乘以4是不是等于20 所以应该差不多会是4左右 我们就试试看 4 诶,那发现4416 进1 4520 诶,刚好是216 会整除 因此我们就知道 216应该是54的4倍 也就是假正方体的表面积 是乙正方体表面积的4倍哦 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假正方体啊 它一个面的面积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这里的36 好 来写下哦 假 它的其中一个面 好 其中一个 面 它的面积 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36 等于36 对不对 那乙呢 乙它其中一个面 的面积是多少 是不是3乘以3 等于9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写消 那你有没有发现 36 其实就是9的4倍 好 那是不是跟我们这题的答案一样呢 因此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如果要求两个 正方体 它们的表面积 的倍数关系的话 其实我们未必要大费周章的 把它的表面积全部算出来 我们只需要拿这个正方体的其中一个面 算出这其中一个面的面积之后 再把这两个正方体 这个面的面积相除得到的倍数 就会是我们表面积的倍数哦 这边的表面积的倍数据 这边的表面积的倍数据 这边的表面积的倍数据